加拿大的华人亲人们 你们好 我是老胡 在多伦多向你问好 今天是2022年5月21号 奴隶4月21星期六 今天的主要内容由 新冠肺炎加拿大疫情数据 加拿大缺诊两例猴斗 加拿大房价高出38% 以桃比谷两吃相撞 四口之家买菜要多花进千元 男子TTC上性骚扰女孩 多伦多劫持案太疯狂 俄乌战争导致全球粮食危机 下面看一下具体内容 首先是疫情的情况 今天由于是周末 只有安省的数据 安省疫情 5月21日 安省新增1221例的确认病例 今天与病毒有关的死亡人数为12人 累计死亡已经达到13159人 住院治疗人数为1116人 重症监护室有160人 80人需要使用呼吸剂 省实验室 昨日总共完成了 12,077例的检测 阳性率为10.1% 截止到昨天晚上 安省总共注射了3220万剂的疫苗 12岁以上 一剂注射率达到93.1% 完全接种率为91.3% 18岁以上 有60.2%的人接种了3剂疫苗 截止到5月21日中午 全加拿大 累计确定大概是386万 比昨天增加5833人 累计死亡大概是40714人 比昨天增加大概89人 累计之余大概是354万 现有确认大概是255,000多人 加拿大确认两宗 猴豆病例 加拿大公共卫生局周四发表声明 魁城有两人对这种罕见疾病呈阳性反应 较早时候 蒙特利尔公共卫生局表示 正在调查17中疑似猴豆病例 但呼吁民众保持冷静 这种疾病不太可能在社区传播 猴豆是一种人序共患的传染病 偶尔会导致人类传染 通常与接触受感染的动物或受污染的材料有关 过去在其他地区发现的有限病例 包括英国、美国、伊斯利和新加坡 但从未在加拿大出现过 虽然猴豆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并不常见 但通过体液、水泡、灯、皮肤寻伤或呼吸道飞沫 与感染者密切接触可以传播病毒 共用有被感染者的体液或窥养污染的衣服 床上用品或普通物品也会传播病毒 可以透过保持肢体距离经常洗手和戴口罩来降低传播风险 最近欧洲爆发的猴豆病情与美国手中感染猴豆的病例 反映蒙特利尔市出现了疑似病例 可能同样感染这种病毒 由于猴豆病毒可以透过密切接触及飞沫传播 公共卫生部门建议感染者不仅要戴上手套 要覆盖病变的部位 也要戴上口罩 感染猴豆的早期症状 包括发烧、肌肉酸痛及疲劳 严重会出现类似水痘及天花的疲劳 加拿大房价高出38% 加拿大蒙特利尔银行BMO高级经济市 针对一份详细的国内住房市场报告之处 BMO认为房地产市场在今年早些时候限定 房价比长期走势高了近40% 这份报告于周五公布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 加拿大的实际房价一直以每年3%左右的速度增长 这大致反映了通货膨胀 实际公司增长和利率逐渐下降 在最近一段时间通货膨胀已经加速到几十年的最高点 实际房价在两年的时间里飙升了三分之一以上 显然超出了长期增长的趋势 就目前而言 市场在第一季度已经坚定 加拿大实际的房价比趋势水平高出38% 这是过去40年来的最大评价 一套壁股两车相撞 20日一套壁股 一辆高尔夫球车与一辆行驶中的轻车相撞 高尔夫球车司机受重伤住院 早上10点45分 曾轿着高尔夫乡村俱乐部附近的 马格丽特大道和伊德林的大大交界 高尔夫球车与一辆相悲行驶的车辆相撞 高尔夫球车司机受重伤 被送往创伤中心 但是未知高尔夫球车司机的身份 另一车辆司机没有受伤 留在现场泄露调查 四口之家买菜要花近千元 随着加拿大通胀率进一步上升 过去许多人去超市买菜的时候 都发现花费较去年多了不少 据加拿大统计局发布的4月份 消费物价指数显示 今年的食品开销较去年同期上涨了9.7% 这已经是连续第五个月 出现食品的价格上涨超过5%的情况了 统计报告和指数 预计加拿大四口之家 在2022年的平均 食品花费要达到14,767元 比去年多出近千元 现在超市内的大部分食品都在普遍涨价 但一些产品的价格上涨最显著 小麦和谷物制品的账户是最大的 意大利面涨价19.6% 面包和大米也受到影响 各上涨12.2%和7.4% 硬线水果和蔬菜都明显涨价 水果普遍涨价10% 蔬菜普遍涨8.2% 肉类也平均上涨了10.1% 咖啡的价格也涨得很明显 已经较一年前涨了13.7% 推动食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因为 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的战争 这两个国家都是主要的小麦克服国 全球市场的分销都受到了这个压力的影响 其他导致食品涨价的因素还包括 奴业国的恶脸天气以及天然气和奴业肥料成本的上升 男子TTC上性骚扰女孩 多伦多警方正在通缉一名嫌疑人 该男子周日在Etopic的TTC bus上 对一名女孩进行了性骚扰 5月15日上午9点33分左右 一名12岁的女孩乘坐一辆TTC bus 一名身品不明的男子向他靠近 该男子与女孩交谈 并在交谈的某个时刻对女孩进行了性骚扰 该男子在The Westmore的地区 离开了个巴士 周五警方公布了该男子的监控录像图 他身材消瘦 有一头黑色卷发 胡子刮得很干净 穿着浅色短裤 黑色高帮鞋 鞋背和鞋面上有银白色的标签 穿着灰色T恤 上面有一件浅色扭裤衬 还有一件黑色外套 多伦多劫持案太疯狂 近段时间 多伦多是劫持和盗持案频发 不仅令市民恐慌不满 现在政客们也坐不住了 多伦多市长 庄德利向联邦和安一省的政府 致信求助 市长庄德利的公开信 是写给联邦交通部长和公共安全部长 以及安一省总检察长和财政厅长 信中 请求为多伦多警局配备额外的资源 并称 所有三级政府 需要协同合作来改善多伦多的公共安全 信中说 对本市出现的劫持案件增加极度担忧 我知道多伦多警局也对这类 猖狂的犯罪行为感到担忧 正在禁他们所能追捕罪犯 多伦多警方报告 汽车盗窃案比去年增加了55% 截车案更是飙升 今年截至目前已发生了93.5% 而去年同期为21宗 俄乌战争导致全球粮食危机 联合国近日发出警告 俄乌战争引发了一场新的全球危机 有可能导致数百万人挨饿 推动食品价格上涨 并引发远离冲突地区的动乱 由于俄罗斯阻止再有小麦 玉米和其他出口货物的船只航行 超过2000万吨的穀物被困在乌克兰港口的粮仓里 俄罗斯军队还被指控盗窃粮食 并蓄意破坏乌克兰的粮仓 这些穀物在到达中东和费州之前 就有腐烂的危险 而中东和费州急需这些穀物 来避免全球粮食安全危机 由于食品燃料和其他商品价格不但上涨 全球粮食危机正在恶化 俄罗斯和乌克兰出口的小麦 占全球总出口量的约30% 合计占全球小麦供应的四分之一以上 而乌克兰被俄罗斯录行前 每个月向全球出口约450万吨的产品 被形容为世界粮仓 汇率和天气预报 5月21日的汇率是100加元 大概兑换521的7元人民币 明天5月22号的天气预报 沃泰华9度到17度小雨 多林多8度到17度小雨 温哥华11度到21度情 魁北克8度到20度小雨 卡尔加里3度到16度情 以上就是这次的内容 多谢您的支持 衷心希望你能订阅此频道 再见